一见到调解员,任芳就委屈地红了眼眶 她面色憔悴地说自己今年二十七了 半年前惊人介绍认识了男友徐云布 两人感情十分好 而就在一周前她查出自己怀孕了 可就在她憧憬着乡夫轿子的生活时 一周后男友一家却把她赶了出来 这让她实在不能接受 被抛弃后还一度有过轻生的念头 面对调解员的询问 任芳说出了压在心中的秘密 原来她的男友徐云布在和她交往之前 就曾有过一段婚事 而在交往之初男友就曾向她保证 不会再和前妻有联系 可让任芳没想到的是 就在她怀孕一周后 男友的前妻却突然回到了男友家里 任芳还表示 在男友前妻没回来前 男友的父母早就把她当成了转席 她还亲切地称呼对方爸妈 然而男友的前妻回来后 男友的父母突然态度大变 难道任芳被赶出来 真的和徐云波的前妻有关系吗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 任芳带着一行人来到徐云波的家里 眼前这的无流店就是徐云波开的 门口堆满了货物 看起来生意还不错 走近屋里 我们见到了徐云波的父母 而徐云波外出办事并不在家里 随后任芳主动向调解员 介绍起了男友的父母 依然亲切地称其为公公婆婆 可不了在听到这个称呼后 男友的母亲确实满脸的厌烦和不屑 徐云波的母亲急忙纠正任芳对自己的称呼 急切地想要撇清与任芳的关系 还称任芳住进家里的行为完全是自愿的 从他的言语中不难看出 他压根就瞧不上任芳 男友母亲突然地翻脸不认人 让一旁的人芳十分生气 当初他亲切地喊爸爸妈妈 男友的父母都亲切地回应着 可如今却成了自己的一厢情愿 任芳的好友对于徐家父母的态度 也是十分地不满 愤怒地为任芳讨要说法 而此时任芳呆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其中是否还有什么殷勤呢 芳芳到这里来的话呢 我当时跟芳芳讲了 你来的时候我们 这个事情是他知道 他的父母 就是说这个女孩跟你儿子 其实还是除了男女朋友关系 除了男女朋友关系 除了一段时间 没有叫做芳芳父母带人 他没有爸爸妈妈的 我们那是不能抢亲他 因为后来爸爸妈妈在这里来的话 我们没有跟他们成都什么 就是成都什么的 就是两千块钱个月 如果你们三 我要三年之内 三年之内感情好了 就结婚了 徐家父亲的话让调解员感到差异 他告诉我们 由于任芳是个孤儿 而当时已经和儿子确定了恋爱关系 于是出于同情 就提前让任芳住进了家里 并且将任芳当作专席看待 但前提是任芳需要在店里帮忙 做得好留下 做不好就收拾东西滚蛋 可任芳自从住进家里后 表现得却差强人意 自己的无留店里每天忙得没有休息的时间 可任芳却每天睡到大中午 一点忙不帮 因此才将任芳赶了出去 但对于男友父亲的说法 任芳并不认同 他前期没回来的时候 嗯 然后 在做饭 他说 哥你要是怀孕的呢 嗯 他说 那就 没办法 如果说是我 没有怀孕的话 我必须得让威 没怀孕就让威 怀孕就留下 整的许家好像有千万资产要继承一样 男友父母的说法深深刺痛任芳的内心 而任芳认为 男友父母之所以突然要把自己赶出去 就是因为男友徐云波的前妻回来了 把自己赶走好让两人顺利复婚 那么事情真如任芳猜想的那样吗 当调解员问起这件事时 徐云波的父母没有否认 他坦言赶走任芳 确实是为了让儿子和前妻复婚 给六岁的小孙子营造一个完整的家 徐家父母为孙子考虑无可厚非 可如今任芳也怀上了徐云波的孩子 事情又该怎么办呢 此时任芳的朋友提出 无论事情怎么样解决 徐家都应该先给任芳找个住的地方 不能让怀着孕的他露宿街头 可这时徐家父亲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徐家父亲的话让人无语 任芳和儿子徐云不分手 听到徐家父亲的态度 任芳的朋友激动地和他争吵起来 而就在这时 徐家父亲突然怀疑任芳怀孕的真实性 声称自己并没有看到任何任芳怀孕证明 现在只是任芳的一面之词 难道任芳真的会依次欺骗徐家人吗 而对于和任芳的这段感情 徐云波本人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随后 调解员给徐云波打去了电话 电话里徐云波态度决绝 一再表示自己已经和任芳分手了 而当调解员提出见面交流时 徐云波的态度显得十分的不耐烦 表示不愿再见到任芳 还说一切事情和他父母谈就好 不可否认 徐云波确实很孝顺 可在和任芳的感情纠葛中 他才是当事人 为什么要一而再地逃避呢 任芳到底能否见到徐云波呢 挂掉电话后 徐家父母竟提出要亲自带任芳去医院做检查 看看任芳到底有没有怀孕 面对男友父母屡次的不信任 任芳感觉自己被欺骗了 他家里面也是这样对我说的 他说他的前提 就算是一朵金 也不要让他回这个家了 他也伤了我的心了 但是如果说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也要有自己的小孩什么的 这样就跟我说的 你怀孕了 他也不会再回来的 他也回来 我也不会要他了 回想起男友一家对自己的承诺 任芳感觉就像做了一场梦 那些承诺早就变成了废话 前妻前脚回来 后脚就把自己踹出了家门 还联合亲戚逼自己让胃 第二天马上就在我身上了 就所有的亲戚全部逼我 让我走让我让胃 说我肚子里面的孩子是一坨血 现在还没成型 男友父母翻脸不认人的态度 让人方十分寒心 刚开始亲切地称自己儿媳 如今却逼怀孕的自己让胃 与男友徐云波分手 许家父母态度大反差 让人方不理解也不能接受 而男友徐云波更是无情 不仅删掉了自己的威信 拉黑了所有联系方式 而且自始至终都没有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复 这让他悲痛不已 他不明白男友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背叛了自己 半年的感情一瞬间化为乌有 难道男友徐云波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他为何不愿地当面跟人方解释清楚呢 为了和徐云波当面对质 人方再次来到徐家的物流店 没想到 却意外遇到了徐云波的前妻 匆忙逃离的女人正是徐云波的前妻文西 她正在帮徐家打礼物流店 拿到她真的和徐云波复婚了吗 就说你现在是打算回归这个家庭了是吧 我公公婆婆我老公把我接回来 为什么不回来呢 这个又不是我赖回来的又不是怎么的 你们还是为了这个孩子 比如说为了孩子 我跟我老公感情肯定是在的 感情不在的话怎么会回来 感情还是在的 为什么我公公婆婆会接我回来 我老公会接我回来 肯定是对家里面还是有感情的 不存在说什么 我挤她走怎么样怎么样 这些话是不存在的 你公公婆婆是觉得你做事比她 做事要勤快要麻利 你这个人要厉害一点 在徐云波前妻这里一切都被推翻了 他成一个月前是徐家父母主动联系的他 将他从娘家接了回来 不仅如此 还主动要求他回来帮忙打礼物流店的生意 可在之前 徐云波的父亲明明说是文西主动求和 希望能和徐云波复婚 双方说法明显存在差池 不过说对说错都不重要了 文西还表示他之所以答应回来 不仅仅是为了六岁的儿子 是因为他和徐云波还有感情 半年前离婚只不过是一时冲动 那么此时的徐云波又是怎么想的 他真的要跟前妻复婚吗 就在这时 徐云波的堂哥主动上前交谈 他表示徐云波委托他带仁芳去医院做检查 看看仁芳到底有没有怀孕 不得不说徐云波的心真够绝情的 即使是如此重要的事情 他都没有亲自露面 他到底在逃避什么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仁芳主动带着徐家堂哥去医院做检查 一套流程下来 结果出来了 此刻仁芳终于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如今事实摆在眼前 徐云波又会是怎样的态度呢 最终在调解员的苦心劝说下 徐云波终于答应和仁芳见面 两人约在了当地司法所见面 然而到达现场后 徐云波却坐在车里迟迟不肯出来 见男有如此态度 一直压抑情绪的仁芳彻底爆发了 为了不进一步计划矛盾 调解员提出双方去司法所沟通 可不料被徐云波直接拒绝了 此时的人方更加崩溃了 他没想到几天前还对自己海誓山盟的男友 如今却是如此的冷漠 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崩溃的痛哭了起来 我的人呐 可不养一棍那个处理棍呢 啊 你不要动吧 你不要你都刚搞了 你都刚搞了 你都不干了 你都在同学的养力室里 你哪有什么不服务啊 哎呀 你都在那等着 我都不干了 你都不干了 这是吗 吗 我是不是 他是我自己缠着 欸 那是你怎么不辑务啊 那是我让你不辑务啊 那是你怎么不辑务啊 我都没想要 你怎么没辑务啊 我都不辑务啊 你怎么没辑务啊 我每天都让我移 人方哭得歇斯底里 徐云波就这么欺骗了自己的感情 此刻他对徐云波只有恨 他不明白 徐云波为何在与自己交往的同时 还把前妻带回家里 事宜至此 面对人方肚子里的孩子 徐云波究竟会做何打算呢 为了尽快解决矛盾 调解员单独找到了徐云波 询问他的真实想法 冷静下来的徐云波表示 他对人方付出的是真感情 删微信 删电话这些他都不知情 他还表示 与前妻复婚的也不是他的想法 可既然如此 他为何不拒绝呢 作为一个成年人为何会被父母操控 如果他敢于承担责任 相信事情不会闹到今天的地步 事宜至此 何人方这段感情他究竟做何打算呢 你觉得还是走到一起 我觉得 你觉得就是走到一起会辛苦吗 我问你 其实跟他也避免那么深入的感情 是不是 妈你是六年 我这里才半年 妈 这什么不好说的 到底喜欢谁吗 感觉还是两个都喜欢 他已经选择了 还要选择什么呢 这么伤害我了 他又说你其实 只要爱情 不要别的 意思就是你跟他是爱情啊 是有感情啊 我听出来到底是 那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徐先生 我解缘不断尝试让徐云波给仁芳一个决定 然而徐云波却屡次陷入沉默 他默默低头坐着 一边是父母强烈要求他复婚的前妻 另一边是怀上自己孩子的女友仁芳 他心陷入了纠结 而此时的人芳可怜的让人心疼 眼前这一片倒塌的房屋 就是仁芳的家 仁芳刚出生就被亲生父母抛弃了 之后被养父母收留 可命运总是不眷顾他 还未成年养父母就先后离世 从16岁到27岁 他在外漂泊了12年 在这个世界上早就没有了能为他撑腰的人 这让他无比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可没想到短短几天自己的梦想就破灭了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我缺少亲情的关系吧 可能是缺少父母这种关爱吧 所以很想要一个家 所以很容易被人骗 别人伤害我的时候我就会有这样想 要是我的父母在你们会欺负我吗 不会吧 你们不会 对啊 就是我父母不在 好像每个人都在欺负我 孤苦无意让人方感觉不到温暖和希望 坎坷的人生经历 和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内心 让他十分渴望找到一个爱他的人 托付终身 因此他亲信了徐云波的海事善蒙 他梦想着和徐云波一起组建一个家庭 养育共同的孩子 可徐云波却在两个女人之间摇摆不定 彻底击破了人方的梦想 为了尽快帮人方解决问题 调解员再次找到了徐云波 这次徐云波终于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他态度坚决地表示要和人方分手 和前妻复婚随后双方来到司法所进行最后的调解 最终双方达成了一职的协议 协议规定 任方与徐云波解除男友朋友关系 徐家人赔偿任方一共24800元 这点钱代表两人感情的结束 但徐家对任方的伤害可不是钱能弥补的 带着绝望 任方再次来到医院 此时任方显得格外憔悴 他与徐云波的感情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孩子也没有留着的必要了 最后带着遗憾的任方走进了医院 结束了这段错误的感情 这样的结果或许不是最好的 但对任方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有福之女不尽无福之家 相信任方一定会有属于他的幸福家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